開箱 來示範Shirley這個打火機 一樣,拿一個盒子過來 把它轉開來 這裡 是大的 有兩個凹痕,所以它是大的 把這個打開 把這個東西壓住 往外拉 這個 這個 然後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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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下以後 就可以用手去拿 就可以把蓋子拿起來 把這根針 挖起來 這裡有把金 我們要針 把這裡 把金挖起來 放開 好 放著 把規格表拿來核對 這根針 這根針 是屬於 這根針 一號零件 這根針 這個 是屬於這根針 這個 是屬於這根針 凹橫的 凹橫的 是屬於這個 零件 所以是買 這個 R1B 這是要把所有東西放進去 蓋子合起來 R1B R1B 3 5 7 10 5種零件 打開 打開來 先換掉 5號跟7號 5號 把這個 套在這上面 有些 5號跟7號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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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1B 2B 1B 2B 2B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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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舊的 拿掉 換上新的 轉型 拿鎖起 再來前面這裏 打開 這地方 3號零件 拆開來 裝到這裏面去 再把它放進去 再來是這個零件 1號 1號 1號零件 使用這一個 這個不是 拿走 使用這個 使用這個 可以 打開 放進去 再拿這個東西 放回去 關緊 鎖緊就好 這時候就可以灌瓦斯 放到瓦斯以後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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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看到他 要用手 設備 看他會不會再露氣 那就是要 要調整火力的大小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在水裏 哇 水都會掉 再擦一擦 用通點把所有的水分都擦一擦 用瓦斯的 用吹風機吹乾 這時候再把它組裝回去 這個 是要裝這一邊才對 再把它放上去 再用這個把所有的拆一擦 把所有的拆一擦 把所有的拆一擦 這個 把這個放進去 然後這樣一直洗著 通一通 再把這個螺絲裝進去 現在就可以灌瓦斯了 再把火石裝進去 再把這個 換回去 換回去 還有 把這個 打開 不容易 就算了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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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先拿衛生紙 沾水 煮在這裏 煮在這裏 然後 拿電鑽 看有沒有冒泡泡 如果沒有冒泡泡 就代表OK了 拿起來 插一插 再來 前面這裏 打開 這裏 這裏 3號零件 拆開來 裝到這裏面去 再把它放進去 再來是這個零件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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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 3號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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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放進去 再拿這個東西 放回去 關緊,鎖緊就好 螺絲起子來 把它轉開 這邊就會凸出來 拿起來放出去 這個就可以拿起來 這個就要 這個就要 這個地方 有堵塞 要修理 火石的部份 一定要先把瓦斯漏掉 漏掉 漏掉了 漏掉了以後 才能鑽這裡 才能用電鑽來鑽 不可以由這裡鑽 只能由這裡鑽 放進去 手要壓住 不然滾 然後這個 再殼上去 這樣就可以看到有個洞可以過去 這時候用這根 插上去 就可以了 這次要拿這個 放進去 再用這個 螺絲水水把它夾進去 放進去 然後換上火石 放進火石 放進火石 再用這根換回去 放進去 ok 了以後 灌瓦斯 再把這個鎖上去 這個就ok 了 好 好 謝謝 謝謝